我們來聊一下昨天的地震 你剛剛說你是在 那時候是在這邊 對阿 盯場是不是 就在這裡 那時候 十點 十點十點 九點多 九點二十 對 你是到時候 感覺到地動山搖嗎 我其實一開始沒感覺 是 是同事說 有地震 我才退圈去感受 在電內 在電 在電 就 因為地震的時候 你就第一反應就看燈啊 或什麼東西 都在晃 對 我看的時候也沒晃 還是大家一起晃 沒有感覺 對 有緊張一下嗎 小心是必 必須的 就是 地震來的時候 本來就應該要小心 那家裡的公仔那些都還好 很穩 都很穩 對 所以好像你在地震的時候 你是很淡定的 你不會像我們這樣很慌張 想跑出去啊之類的 躲到桌子下面這樣 我會躲 這樣很糗耶 沒有沒有沒有 開玩笑的 這不能讓你 就是 我會 我不會很誇張 但是 我也是叫同事趕快靠牆 靠住人這樣 保護頭部啊 基本的 都還是有 那有擔心一下家裡的毛小孩嗎 因為 他們自己的 有啊他們 他們蠻蠻害怕的 而且他們蠻膽小的 也蠻敏感的 也蠻敏感的 對你這種打雷啊 或者是避震啊 很多 很有感覺 你有同步打電話回去關心一下 我想就是請 就是家裡的人看一下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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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不會是有那種 手機就可以看到家裡的那種東西 可以了 所以你那時候立刻說 你第一時間打開來看一下嗎 嗯沒有 哈哈哈哈 你竟然記一點點 沒有白心家裡 因為他就 晃完了啊 晃完了就趕快繼續工作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工作 你這樣有心事嗎 沒有啊 真的嗎 好像 你整體不得很好了 可能坐影方面 沒有 幹嘛啦 可是昨天第三次有兩桌欸 第二波你也在這裡嗎 對 凌晨嗎 對啊 兩點多 是不是那一下子這樣子 對對對 就沒了 我有感覺 我還覺得是 我那時候躺在床上 我還覺得是 我是不是自己晃了一下 我常常會這樣 因為我自己在床上會晃 然後床也會跟著你晃一下 所以也不知道是 是 誰在晃 我手機沒有叫嗎 就是晃了那一家之後才叫 好奇怪 昨天兩次都是 震了 大家有感了之後 那個手機才叫 是 我現在聊一下心 你 你